好,大家好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不焦虑的人生用钱法则 那我觉得他就是强调说 钱要用在对的地方 然后不要过度的节俭储蓄 然后这样子会让人变穷 那这是日本人所做的书 井上玉之 就是怎么去用 那我们提早退休 我们一般都会对未来的财务状况 就是感到不安 那怎么样可以充满安全感 就是把钱用到对的地方 然后正确的用钱 就可以创造出他的价值 然后钱就是要经常的流动 这样才是好的 所以其实人生就是一种体验的累积 我以前就是傻傻的只会存钱 那后来就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历练之后 我以前会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要出去玩 这么浪费 每年都出去玩会不会玩得太凶了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家雷才可以这样 但是后来现在慢慢的呢 我也改变了 我觉得就是 人生就这么的短 那你赚钱赚那么多 那你赚钱赚那么多 那死了也带不走嘛 对不对 还不是就是留给下一代 那你还不如就是拿这些钱呢 好好的运用 好好的去体验人生 我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 那我现在不出门 什么时候出门 等我退休了吗 退休了 我走也 脚也走不动了啊 然后可能又一堆 人家也害怕不敢带你去 像我有一个舅舅 他呢一直工作到八十几岁 然后 才开始真正的退下来 但是谁敢带他出去 没有人敢带他出国去玩 那么多天 谁要负责 对不对 所以就是都是在考验我们怎么样 去用钱 好 那钱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好 那花钱比赚钱跟存钱 都还要重要 好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想一下 就是我们会把钱用到哪些方面 好 然后呢 为什么 好 这个也可以思考一下 好 因为在使用金钱交易的背后的意义 就是感谢 好 就是 第一个他就是有交换的价值 比方说 这个房子一千万 那个房子五百万 那就可以对比出他的价值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 可以等价的交换 那五百万 我跟你换五百万的东西 或是我这五块钱 那个五万钱 那我们可以做交换 就像种菜的人会互相交换菜品一样 那再过来就是保存 为了未来而保存 好 所以金钱是一种表达感谢的工具 就是 感谢之请 付对方 或是 给付对方东西 感谢他帮我们盖房子 好 然后所以等价的交换 好 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 讲到蛮多 这个 关于金钱的一些概念 好 那提高收入就可以提升幸福感 他们研究发现就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 那个幸福感就很难再提升上去了 好 所以呢 只要自己觉得幸福 即便没有钱也可以很幸福 有没有 没有钱有没有钱的玩法 没有钱也是可以很支柱 所以金钱不能来判别这个 而是你有没有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要等什么时候 不用等 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做了 像我们有一个认识的爸爸 他说他想要去车博 就是坐露营车的那一种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就可以去了 假日就可以开始出发了 他一直没有办法放下 他还是觉得说 不行 我要等到怎样怎样怎样之后再行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很难 就是要把握当下 那构成幸福有鬼要素 就是工作上的 或是人际关系的 经济上的 身体上的 社会上的 都可以 所以就看你自己 那这本书还有讲到蛮多人的 有没有钱其实都无所谓 只是你有钱可能选择性比较多 但是没有钱也有没有钱的做法 那有好的借贷跟不好的借贷 我们都讲过了 能增加资产的就是好的借贷 还有就是 所以我觉得 重点就是你怎么去用 然后你怎么去规划 然后不会让你焦虑 不会让你觉得怪怪的 哎呦呦呦呦呦的 这样子就是好的 所以看大家就是怎么想 那这本书其实不难读 但是他就是日本人 所以他会举蛮多日语值 都是用日元来做计算的 所以可能就是要稍微转一下 这样子 但是翻译的也蛮好的 所以其实 钱就是要越用越活 他本来就是流动式 好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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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